好謝謝微信的斗內謝謝這個Tile捷克很富全別斗內我窮我窮多斗多斗來 DY謝謝好下一位 嘿你先好了好不好你好像等了一陣子 來這個麥哥9527你開麥 傑克 你好麥哥9527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28歲河南人28歲河南的網友好來這位麥哥你想說什麼 那這個第3次的歷史決議中共的那個決議 已經發布了嘛啊就是官方已經基本定調了嗯然後中美不是也開了會了嗎嗯 所以在這最後的時刻呃我想給美國的朋友說幾句發自肺腑的建議 美國的朋友那擺在啊對就是我是想呃為美國的朋友弄謀華色 那擺在美國眼前的其實有兩條路 一條路呢幾乎就是死路 那另外一條是康莊大道啊 所以我認為美國人一定要小民不快啊 不然一朝不慎可能會一失如成千國 所以我去分析一下 你說美國現在擺在他面前兩條路一條是死路一條是康莊大道 好 好 所以我就來分析一下這兩條路 好 那一條路就是 就是延續他當下的這個政策 繼續跟中國對抗 繼續這麼互鬧 你是講死路嗎 是不是 對對對就是第一條路嘛 那這個結果是非常悲慘的 嗯 我不講太多論述 我只說兩個最嚴峻的後果 就是什麼繼續鬧下去 會有什麼後果 第一個 他現在所做的這些所有事情 對自己其實是百害而無一利 會持續 消耗美國的國際的公信力 影響力 加速美國的衰弱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今天講什麼中國超越美國 但問題是大多數人不是這樣想 尤其是各個國家的地區跟精英 他們可能非常的瞭解美國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秩序是 西方獨島嘛 他們可能非常瞭解美國 但是他們對中國非常陌生 對中國共產黨 理解非常的浮淺 所以這導致他們 任務性現狀 這就是我們大家常講的 社會認識 落後於社會存在 我認為美國可以趁這個信息差 抓緊時間布局 做一些有利於自己的安排和分配 那只要不是太過分 我想中國都會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可能會配合他 但是他沒有去做這個事情 他天天去跟中國對付 我覺得大家 再怎麼不願意相信也能看出來 時間久了 美國已經不是中國對手了 因為他每一次搞中國 都被中國打回去了 不搞還沒事 這麼一搞 立馬就露出馬腳 繼續對抗 會暴露自己的外強忠感 我之前也批評過了 我說 美國居然要挺台灣加入聯合國 這到底是有多麼蠢的人 才能想出這樣的策略 我這樣講 我不是說 站在中國人立場上去批評他 他去分裂我們國家 是吧 我是站在美國人立場上批評的 你想一下 你是一個美國人 你國內一堆問題 疫情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你的政府啥也不干 天天去搞另外一個國家 然後還要去挺一個小島 加入聯合國 你說你是不是閒的 你的財政預算沒地方花了嗎 天天管這些屁事 真的是蠢的 就無藥可救 真的就是自己已經都這個樣子了 還去管別人 大家一看就知道 美國已經不是以前的美國了 就是 第一個核心的後果 第二個核心的後果就是 繼續這麼對抗下去 由於他加速的衰弱 我打個岔 你知道美國他是軍工複合體嗎 是啊 那他樂於在全球各地方製造衝突與矛盾 這樣有利於他賺錢 好你繼續 繼續對抗下去 他可能會丟掉當下的這個老二的位置 如果不對抗的話 當下的老二的位置 對啊 當下中國是老大他是老二嘛 當下 如果對抗的話 對 對 對 就是我說話這會兒 對 好 如果不對抗的話 那就是維持聯合國這個治理 或者說是 中美俄三巨頭聯合治理事件 那基本上問題不大 美國可以穩坐第二把效益 因為俄羅斯軍事方面比較強 但是 其他方面 比如說經濟方面 跟中美其實 還是會有些差距 所以很多事情中國可能會 交給美國去搞 比如說美國海軍可以在 全球的航運過程中維護 中美的航運安全 應對恐怖主義 然後聯手搞 氣候變遷 氣候問題 最近不是也 達成一些共識的嘛 在很多組織內部 中國可以讓 讓美國去 去維護這個區域安全 就是等於是 對對對 美國也有很高的壞權 比如說 北約 對吧 他這個 也是他自己的組織 五眼聯盟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跟 伊斯蘭世界的聯繫 對 好 其實美國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 但他這麼繼續對抗下去 除了 中俄之外 勢力還有 其他的勢力 要站出來 分享 政治權利 這個勢力可能是英國 可能是歐盟 日本 中東 甚至是印度和東盟 都有可能 都可能怎樣 取代美國 來分享政治 對 他們會說 我們認可中國的 共同體理念 但是我們只想賺錢 我們不跟美國一起鬧 所以你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地位 要給我們分享一些權利 一旦這個位置作文了 那麼以中俄為核心的聯合國 一定會去保護這個秩序 美國再想進了 就沒有機會了 到時候連老二他都當不下去 對美國欺負的國家會紛紛的落井下石 他的結果就是一個大號的印度 這是我認為的第二個非常嚴峻的後果 好 那 還有第三個嗎 沒有第三個了吧 沒有了 上面這是第一條路 才第一條路 好 第二條路就是我為美國朋友 線上的錦囊廟界 那就是正道的光灑在了大地上 接受中國的世界秩序 接受中國主導的規則 老老實實地管好自己 不要再鬧了 尤其是不要再拿台灣做文章了 特地放棄 趕快賣一個好價錢 現在不賣什麼時候賣 最近不是承諾了嗎 互相派出大使嗎 趕快跟中國談 我不搞台灣了 貿易戰我也結束 特地戰我也不鬧了 但是呢 是吧 這個美戰 你要買一些 外匯 你不要減持了 你要提升提升 中東地區 你要替我說話 就是類似於這種要求 大家懂我的意思就好了 布朗普時期就應該賣 現在還不賣等什麼呢 所以有的時候 你都覺得美國人 都替他們著急 再拖下去 中國已經不需要跟美國談判了 那麼這張牌就活活地 砸在手裡面了 我今天講的這些 完全是站在 美國人的利益上奔析 是為了美國好 但是很可惜 美國不會停 所以我對於中美的 規劃的一個評估就是 將來可能會有一些小進展 比如說像是孟晚舟這樣的事情 但是 總體上這個對抗還會持續 因為美國很笨 他只會選擇第一條路 這實在是沒有辦法 太笨了 就是死路一條 就是死路一條 對啊 美國下場 這麼淒慘 那個真的是 所以我替你總結 美國罩子放亮一點 不要跟中國對著幹 不然你死無葬身之地 對不對 我直接講白了 但是我把這個邏輯說清楚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幫你把這個話 講得更明白一點 美國罩子放亮一點 好 謝謝 謝謝你 這個麥格9527 謝謝 謝謝你的這個 這個論述 謝謝 拜拜 Bye Bye 美國罩子 放亮一點 不然死無葬身之地 好 就是這樣 來 嘿 懂 我來謝謝 文姓懂ね 謝謝火 大陸好多人都是说一些 大道者也脚踏实地说 现实生活的问题 大陆孩子总是谈主义 听着反胃啊 来谢谢Y1 谢谢 好 来 真是丢大陆人的脸 好 好 来谢谢YT的DNA 谢谢这个Sterling Lee 这位大哥应该买个大喇叭 去白宫门口喊话 我帮你准备喇叭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美国这么不是好歹 真的是 胆敢得罪我大中华 有你好果子吃的 好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来 来 来 下一位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